分辨率小于一米 中国又多了一颗民间太空天眼 近日 民营航天企业成都国星宇航组织 召开了新时代富时卫星的载轨测试总结评审会 今年7月3日 新时代富时卫星 搭乘长征2号丁摇74运载火箭 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新时代富时是国星宇航星时代 AI卫星星座中的重要一员 重点为国星宇航应急减灾 城市精细化管理 国土资源普查 生态环境监测 乡村振兴等多个垂直领域 应用产品与服务提供有力数据支撑 国星宇航表示 未来将持续加快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步伐 稳步推进新时代AI卫星星座组网 努力完善星地一体时空大数据 及时智能服务和产品 让卫星大数据助力重点行业和用户 实现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